我們大紀元19歲生日 快點趁機寫生日卡給我們表示祝福 拿部手機出來 一嘟,有下個QR Code 即可參加 Hello,大家好,我是Dixon Hello,我是Yuki 歡迎大家收看,我真的很喜歡吃東西 不是的,今天是我很喜歡喝東西 沒錯,因為平時大家都看到我們瘋狂吃東西 人們就會說,吃東西之外還有其他選擇 當然有喝東西 所以今天我們就discover了Mr.Discovery的創辦人 Derek在這裡,和大家一起去品酒的名字 Hello,Derek Hello,Hello 和大家介紹一下自己 我的名字叫Derek 就是Mr.Discovery的創辦人 最主要就是把香港沒有的酒帶進來香港 你覺得香港市場上本身欠缺什麼酒 你會覺得有這樣的銀洞可以給大家介紹呢 其實香港市場上,如果說烈酒或威士忌 我發覺到有很多大牌子在坊間已經壟斷市場 甚至乎很多人都喜歡去找一些比較偏門的威士忌 或者一些烈酒 所以我們Mr.Discovery當初開始的時候 就是想將一些烈酒在香港買不到的 將它帶進來的一個酒 明白 但是這個做法上其實都是有點風險的 就是怎樣覺得那些人 譬如你覺得那些人喜歡的 但是怎樣因應普通的香港市場的口味 去介紹相關大家會喜歡的威士忌 是找不到的酒呢 嗯 其實這件事 本身我在英國蘇格蘭那邊 就有一個很忠實的一個partner 噢 本身這一個partner 也是一個很資深的威士忌和飾忌 那它就會幫我去找一些很quality的酒廠 那通常這些酒廠它不是一些很mass production的酒廠 是是 它譬如做一些handcraft 或者其實產量是一個星期幾百支 就是重質不重量的那些 沒錯 那所以其實在香港的market裡面 有很少人會願意將這些品牌 帶進去這些地方 因為其實你譬如做烈酒的生意 其實是說數量的 是是是 其實我做這一個brand的時候 我不能夠去高負一個數量 當然啦 你不是mass production 是 但是在這個setting 都知道你是追求品質 instead of數量 那不如介紹一下 你今天帶來的三瓶特別的酒 好好好 那其實那些三瓶的酒 暫時在香港市場上 你的retail store 應該是找不到的 除了一個地方而已 那一個地方 就是我們忠實的partner 就是OneSell Hong Kong 那一個地方 其實那些三瓶 你可以上他們的沽網看的 嗯 那其餘呢 你可以在哪裏找到這一個酒呢 打給你 打給我呢 我是不會賣給你的 OK 因為我已經跟他們 promise過 我是不會搶 retail的 是 哦 大家的角色不同 明白 所以反而你去一些香港五星九個酒店 或者專門喝烈酒的地方 你就會找到他們的重點 就是反而去一些 lunch 就有機會看到一些 你今天想介紹的酒 沒錯沒錯 那事不宜遲 不如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應該從哪一瓶入手 其實今天我就帶了三瓶 是的 首先我會帶大家 喝一瓶 Gowen Copper Smith Claybill的一瓶威士忌 為什麼我會先喝威士忌 我待會喝完一瓶酒 你們慢慢喝的時候 我就會告訴你 我想問 喝威士忌有什麼禮儀呢 禮儀方面 你覺得呢 例如怎樣喝 即我們一開始 如何跟大家品嘗 或者學會欣賞一瓶威士忌呢 其實一瓶威士忌 首先 這裡有兩瓶 這一瓶就叫Gankering Glass 而這一瓶就是Royal Glass 通常喝威士忌 就會去用一些專門的威士忌酒杯 而Gankering Glass 就是很多一些國際的評審 會用來品嘗威士忌 或者品嘗烈酒用的Standard Glass 也是蘇格蘭這一個地方 他們去出產 所以變相酒體的穩定性 甚至聞香方面 都可以完全揮發到 或者發揮到一瓶酒的香氣 是跟它的形狀有關係 是跟它的形狀有關係 稍後我就會讓你去比一下 Royal Glass和Gankering Glass 在同一瓶酒裡面 在Nosing上面有什麼差異 明白 有趣有趣 首先呢 如果你要去喝一個烈酒 一些有high quality的飲品 我講的 譬如高雲或者Ralph & Gin 其實首先第一個步驟 是Nose 不是馬上喝 那就可以這樣聞一聞香 你會不會聞到有前吊後吊 中吊的味道 好像聞香水 首先呢 我不會說前吊中吊後吊 因為太過複雜了 第一個感覺 你聞到什麼味道 酒味 我是一個壞的學生 除了聞到一些大家都知道的東西 不過我跟大家說一些 稍為是一個比較主觀的念解 嗯 我覺得果香味是很重的 果香味很重的 嗯 你在哪個層次要聞到果香味 你盡力去聞吧 給心機去聞好嗎 你試一次 多數有些剛剛品嘗烈酒的人 對於聞一些40%的烈酒 他們會覺得公鼻 其實是很正常的 因為本身我們的鼻腔裡面 那些細胞一索的時候會受到刺激 是的 所以你要去呼吸的時候 或者吸一些的味道 就要索大淡一點 令到你那個鼻腔裡面 習慣了練習 然後再去聞多一次 那通常問 那我覺得是有些感受的 我覺得你說完之後 是的 代表剛才你聞得不夠認真 你嘗試大力一點去聞一下 對啦 索大淡一點 但我覺得Derek很好 我這麼蠢 他都會很認真地說清楚 不止得你 其實我覺得Dickson 都很認真的 他很認真地聞 但他不認真地教我 其實很多東西 你就可以主動一點去聞 不如我們經過了這個過程之外 我們下一步 應該如何進入下一步 對啦 如果說這個Nosing的話 剛才大家都做到一樣東西 對 就是你在吸吸它的味道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將杯子 去靠近一點點你的鼻 甚至乎左右鼻 因為鼻孔就是左邊和右邊 其實左邊和右邊去吸的味道 都有機會有一點點不同 但我偏差來自哪裡呢 譬如我用左邊的鼻孔和右邊的鼻孔 所以你可以稍微弄一動 就是全面的兩邊都 對啦 那你會聞到很香的木桶味 這個你剛才Dickson也猜中了 它有果香的味道 那接下來我就不太快去檢查 究竟它有什麼味道 接下來就是去喝 喝之前呢 首先你將一小口放進口裡 那多數是一些初飲威士忌 或者初飲烈酒的人 都會覺得比較麻煩 因為酒精都比較高 多40% 但是你是要超過它 甚至乎嘗試在鼻孔裡面 去停留5至10秒 讓味淚慢慢吸收 是的 這個我會 就是做了那麼多年的威士忌酒之後 就發現這個步驟 是不能夠對於酒的那種狗狗作盡 然後你先follow第二個sip 明白 第二個sip 你就可以喝到這麼深層次的味道 OK 這樣可以來試一試 好 Nice 其實我覺得它不算是很接近 沒有你說的那種初學者 喝下去會覺得很接近 其實這個也不算 因為譬如我會覺得 剛才整個過程當中 不論我第一個stay share 叫做nosing 問一問的感覺是怎樣 第二個就這樣給味淚第一種感受 我會覺得那個果香味更加揮發 因為我感覺到 就是我味淚 reconfirm 我的臭覺 這件事是果香味 明白 也可以說多一點 關於味覺這件事 其實有八成都是來自 臭覺 然後其實大約兩至三層是來自舌頭的味道 是的 所以其實combine with 你的鼻子和口腔 最正常的 你可以試多一件事 就是這次喝 你捏著鼻子去喝蛋 哦 OK 和我味道是沒有分別的 我會覺得那個分別是來自 如果我一開始做這個動作的話 我會覺得我身體未必是全面感受到的味道 而且感覺到 好像我騙自己這個是有果香味 但是如果用了一個臭覺開始入手 那件事更加確定 嗯 那也有時候在坊間喝威士忌 除了用一隻杯之外 有些人會用on rock 是的 但是如果你說喝威士忌 我個人的puffles 就是nit 不加冰不加水 因為其實這樣就可以完全感受到酒 甚至威士忌的味道 嗯 那剛才你已經喝了第二個sip 是 其實你現在開始去細想一下 你搭一下你的舌頭 其實是開始有不同的puffles 因為酒精的強烈味道 其實我覺得這個酒 很早已經沒有酒精的感覺 對女生來說也很舒服 嗯 當然我是比較新手 我就喝不到層次 沒有你們那麼深那麼多層 嗯 但給我的感受就是很舒服 但是照一個初學者 這個也很容易入口 是的 那其實為什麼它會容易入口呢 其中一件事就是因為它是一個branded mott的威士忌 嗯 那branded的威士忌 最主要是分single mott 是的 或者譬如我們出院坊間喝開 譬如你剛才說要喝泥梅 是的 譬如是smoky highland market 對 是 就是Single mott的威士忌 那branded的威士忌 有分branded mott 和branded威士忌 的 嗯 branded mott的意思是 它是一個單一 就是純粹一個穀物 她所有東西都是一些麥 没有去混合不同的谷物 而Golden Distillery就是用了Heiland和Space Eye的Distillery 去混同一个Mod去做的威士忌 但其实实际上是有第三个厂 但这个第三个厂是classified的 还有这个brand的一个background story 其实和Dixon你喜欢喝的Heiland Park是很相似的 因为他的调配酒的人叫Max McFarlane Max McFarlane就是Heiland Park的Master Brand 他也是调配了Heiland Park 30年 拿出不同奖的Hiland Park威士忌 所以你会喝到它有点点香气 在尾段里面你们品不品尝到Dark Chocolate和Honey味道 Honey有的 Dark Chocolate反而我觉得有苦 但不是巧克力 其实那个味道只不过是厚身一点 厚镜 没错 所以这一款酒还有没有其他想探索的问题呢 你有没有? 你作为初学者 作为初学者 我又回想到他刚才两个杯喝是有不同分别的 那我就很想试一下 那个是Nosing 纯粹是Nosing 但刚才我错过了一段步子 一开始我说是有三个步子 Nosing、Palette 第三个我想你再喝多一口 Focus在Finishing Finishing的意思是 本身你的酒把酒吞下去的时候 它带回什么味道 就是After Taste 是哪里 你觉得呢 回到你了没有? 没有反应 没有反应 不如你试试 好了,我都到了地 那我就覺得那個after taste 因為剛才我比較有趣 一開始我覺得那個味道 譬如我聞完之後再喝 我覺得是比較厚身的後面 但最後如果這樣再想回 after taste 再回來呢 開始甜甜的 這個是我自己可能很主觀的一個判斷 嗯 那你覺得呢? 道理講話 長不長? 不,長的是長的 但是呢 為什麼你們可以用一些這麼抽象的詞語 去形容一個味道呢? 嗯 那你如果用最簡單、最直白的 你會有什麼形容呢? 就是酒味 OK 不如我們 就是長時間的工作人員 可以拿一瓶啤酒給小姐喝 哈哈哈哈 上一上這樣 但是我是覺得 就是回來那個 現在我的口腔裡面還有它的香氣 嗯 是的,起碼是有威士忌應該有的味道 哦,作為威士忌也有本分 是的,當然不是啤酒的味道 好,非常好 那有些人可能一喝就已經不見了 嗯 是的 那我最初學者的第一步的酒角 你覺得都接受到的 作為一個初學者 OK,其實我喜歡的 反而是 但是想知道怎樣可以像你們那樣 喝到這麼多的層次 是不是喝得多就會有分別呢? 其實是要 我為什麼很喜歡喝威士忌 是 因為其實它有故事性 是的 故事性不是在於這個品牌的故事性 是 是你喝一瓶威士忌的時候 你的心情不同 你感受到的味道也不同 OK OK 所以變相 譬如喝這一種酒 我會覺得是 share一些 happy moment with friends 是 是 我們是不是喜歡你的朋友呢? 你這麼開心的 哈哈哈哈 如果你可以和我們一起去品嘗多威士忌 就是朋友 OK,那你要教我 好,憑他 所以下一步 首先要喝杯水 OK 是的,那裡就要 穿 拿一拿口 穿上去 那裡有三個杯 是的 喝水都要用這麼高級的杯 因為現在我們去品喝一些烈酒和威士忌 哦,OK 而且剛才威士忌 我們要再看一件事 就是Color Profile 其實你當側重這個杯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它有一點金黃色的 而顏色也是判斷一隻威士忌 好意外 OK 我經常聽到一些人說 威士忌可能有虎拍色 這樣去講它 如果以你的形容 你專業的形容 你會形容 這是什麼顏色呢? 其實這個是屬於虎拍的金黃色 OK 就是偏淺色的 就不是深色啡色 其實它不算偏淺 其實它是中度的 這個顏色 是 因為如果說一個淺色的話 譬如Lafoy 那種 或是Ginnitus 那種 就會比較淺一點 嗯 而且通常 年份越高 它的顏色的深度 會成正比 嗯 通常就是這個 是 有例外的這個 但我覺得這個威士忌很有趣 起初我喝 我會覺得很強烈 是 但其實越喝 你會越接受到它 是嗎? 因為剛才那個味蕾 開始接受到 開始 overcome 了一個初學者 我是真的比較遲鈍的 所以是 你不要經常這樣說自己 你不要這樣 那麼負面 不可以喝一些那麼開心的酒 我希望你想的一個方法 就是 你的味蕾 我好像做下載 給你一個上載 我們下次不如帶一些 有泥梅味的威士忌 去感受一下 一些悲壯的感覺 好啊 你呢 其實在這裡 我知道威士忌的精髓 就是 除了喝完這杯之外 那杯水是特別好喝的 其實這個味蕾上 為什麼會撞出那麼好味的效果呢? 其實為什麼會撞出那麼好味的效果呢? 很甜的 暫時還沒有一個很公表的解釋 但是本身是因為你喝了威士忌 其實你的酒體在口腔裡 仍然都殘留在這裡 所以你喝水的時候 就會把它 open up 其實這件事也解釋了 為什麼有些人說喝威士忌 加一兩滴水 就 open了 不是angel share 不是angel share 等一下再說angel share 如果你加水下去的時候 就 open up 了它的 aroma 它的香氣 嗯 甚至乎本身在酒體 因為酒精濃度高了 所以它的份子就會比較緊 但是你加水之後 它就會開放 對 所以變相你的口腔裡 本身有些威士忌 所以你喝了水的時候 就會 open了它 嗯 我明白 剛剛你說的Dixon angel share angel share 什麼叫angel share 就是本身的木桶 你讓造的過程 因為它的木桶裡面 就會有一些微細的紅 是 就會將酒精揮發 嗯 而揮發那些就是angel share 明白 取其名就是 好像天使 拿走了你一些酒 是 而蘇格蘭普遍來說 一年是angel share的 rate 大約是1-2% 嗯 就是每一年 你會少了2%的folium 嗯 所以為什麼越高年份的酒 就越貴 嗯 甚至乎越貴 嗯 因為它越來越少 是的 以我沒有記錯 是去到20多年的酒 分分鐘那個folium 是本身入桶的時候 的50% 嗯 那就是說 你是一個180L的桶 或者是一個500L的桶 你其實已經準備了 剩下了一輩 嗯 嗯 明白 這個可以留下回 再去分解 好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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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